如果问美国实战中出现最多的通用机枪是哪一款 那么火力军立刻就会想到M240了 在海湾战争期间 M240为美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款枪作为M60的取代品 M240的发展可谓是踩着M60头上一路走来 其中M240L就是二者之间竞争的产物 其优良的稳定性和轻量化 受到了美国陆战部队的邪爱 那么M240L究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呢 它的性能究竟多强呢 M240通用机枪的出现 标志着M60通用机枪彻底成为了美军的过去式 主要原因也非常的简单 M60通用机枪实在是太不可靠了 1965年越南战争期间 M60确实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它极高的精确度 给予士兵更多的精确火力 但是也暴露出了极大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射速过低 M60通用机枪当时借鉴的是 德国FG42散兵自动步枪的自动机结构 但是FG42的射速可不低 一开始就是900发每分钟 后来才被改成了650发每分钟 美国人拿到了FG42的自动机结构后 彻底给自己改麻了 到了M60这一茬 美国人改成了550发每分钟 要知道射速这个东西太高和太低都不好 太低了就形成不了压制力 M60的弊端因此彻底暴露 最可气的是 M60的导气装置还是不可调节的 射速也无法调整 这就让它在战场上的压制力大大降低 第二点 M60激发机构故障率极高 我们玩FPS类游戏都明白 当我们点着鼠标不松手 全自动模式下的枪支会不停地扫射 直到弹药清空 但是如果我们连续点射 枪支也会随着我们的鼠标节奏 控制弹药输出节奏 但是M60可不是 如果长时间扫射 即使松开了扳机 组铁还是挂不上枪击 枪支会不受控制的连续发射 这在战场上的危险程度 自然不用多说 队友看着都心慌 这不是自家机枪手 那是战场上的阎王爷 管他敌我是谁 在M60枪下都是冤魂 更扯淡的是 这把枪的枪管设计极其尴尬 对于机枪来说 长时间射击就需要更换枪管 然而M60的枪管设计非常差 两脚架和导气管互相连接 这就导致换枪管连带脚架也换了 并且机枪提拔设计在枪体上 枪管没有握把 想要换 士兵就要戴着隔热手套 手拆滚烫的枪管 这就导致M60虽然精准度高 轻便 但是美国实在是受不了它的不稳定性 必须要给它换掉 M240因此得到了美国的青睐 当时美军需要一款用于装甲载具 或者装甲战斗车辆的挂载武器 M240通用机枪参与到竞标之中 美国在测试的过程中 由于有了M60的前车之舰 特别注重射击中断 平均弹数 以及射击故障平均弹数 M240共计发射了5万发子弹 其中射击重弹平均弹数2962发 射击故障平均弹数6624发 在当时的招标要求当中 最低要求重弹平均数1750发 射击故障率平均弹数5500发 从这些数据表明 M240具备明显的优势 1980年开始逐渐取代旧型号机枪 成为了美国主要通用机枪 不过此时的M240还是初始形态 在美国步兵扳手中依旧有很多的问题 M240也在不断的改进 逐渐推出M240B以及M240G两款型号 这两款型号彻底将M60踢出了美国市场 成为了美国步兵般的主要制式武器 不过M240虽然在战场上的表现足够出色 但是它却始终不能让美国大兵忘记M60 主要的原因是M240这款武器实在太重了 但是确实没办法 M240为了增加自身的可靠性和耐用性 确实牺牲掉了一些重量 在2003年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中 美军士兵特别指出M240非常优秀 无论是发射速率和对地效果都非常棒 但可惜的是就是太重了 这对于装甲部队来说 这款武器的重量弊端还没有凸显出来 毕竟无论是哪款装甲 都不在乎多个十斤八斤的重量 反正有机器给我扛着 也不用我使个把子力气 装甲部队是无所谓 但是对于靠双腿徒步的步兵班来说 这就太难受了 本来行军就累 还要扛着这么重的武器 根据M240B的重量来看 这款机枪的重量已经达到了12.29千克 相比于M60来说 10.51千克的重量要轻便非常多 这导致美军特种部队 大量快艇装甲车拆下来的M60 并没有被全部淘汰 而是成为了步兵机枪 即使这把武器有着非常多的弊端 但依旧可以扛着作为无依托射击 行军也更便捷 这种局面一直到了美军装备MK48才得到改善 到了阿富汗战争时 美军陆军实在是忍受不了M240B的重量 这也让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不过M240是否能够轻量化 这款武器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M240L横空出世 焕发了M240家族的第二春 M240L与M240B拥有相同的可靠性和耐久性 不过在设计上 L型的人体学设计上做出了非常多的改进 在枪管上 L型配备了12英寸的短枪管 比B型的18英寸短枪管短了6寸 同时L型采用了钛合金机枪 内部进行了镂空 这是减轻重量的最新改进 同时也让L型因此减重5.5磅 总体比重减了18% 重量达到了10.1千克 为了让射手更好的控制枪支腰射 掩体下举枪盲射 L型修改了上下两个散热孔枪管 隔热罩的设计 加装了更好的隔热片 以及伸缩调节式枪托内部 特别添加了复合缓冲材料 进一步吸收枪支带来的后座力 可以说L型的改进非常的良心 无论是重量还是控制上 都比上一代强好几倍 这些改动实际上也已经满足了美军的需求 但是也同时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M240自研发之初 它的价格就比M60要高得多 L型更是因为减轻重量 采用了钛合金材质 还添加了非常多的设计 价格更是大幅度上升 美国陆军实在是扛不起 美国国会DEP也仅仅订购了4500艇L型 后续计划总共满12000艇 在轻步兵单位上使用 并没有全部替代B型 不过L型的口碑在阿富汗战场 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广受好评 对于当时的美军来说 使用5.56×45毫米北约口径的M249 M16和M4都暴露火力不足的缺陷 然而L型很好地补充了这一缺陷 更重要的是7.62×51毫米 全威力步枪子弹 能够在城市和森林环境中达到比中间型威力步枪子弹 和小口径步枪子弹较长的有效射程 以及对大部分公寓或者独立家居的专制墙壁 轻型结构物和简易覆盖物 有更好的贯穿力和制止力 这对于美国来说 无论是城市作战还是野外作战 都是很有力的子弹选择 L型自然也就成为了部队的宠儿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关于M240L这款武器是否好用 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